你思路敏捷 天生是做捕快的料 還好啦 你觀察也挺敏銳的 也是一把好手 觀察敏銳 這個司徒齊陣的案子 我爹都沒認出來我 你是怎麼發現的 說呀 別不好意思呀 你的身形 是跟瑞夫人有那麼幾分相似 不過我相信這世界上 絕對找不到第二個女人 像你腳丫子這麼大的 傻傻 傻傻 兄哥 你是不知道 要不是昨天賢不快 他臨危不懼 硬說這幹事案 跟咱們縣衙沒關係 這事情可就鬧大了 据说这个锦钟脸 他是个催命符 他看了谁 他晚上就去勾别人的魂 轩哥 你说这妖怪杀人 是不是也有什么缘故啊 这谁知道 反正死了那么多人 不知道下一个短命鬼是谁 别别别 快别说了 两个送送 线索就是 锦 钟 脸 别找我千万别找我 这事不是不干的 我救不了你千万别找我呀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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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也见过锦钟脸啊 是啊 当然 你一定要求求我们 这分别是为了找我报仇案了 我什么大人呢 我自己都怪成剑下球了对不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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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那他说了什么 来人 帮我把巫师爷拖出去 把他塞井里去 是 拖出去 是 大哥 兄哥你知道我心里苦啊 现在民风飙寒 当个县令还要被人吊打 哦 大人你息怒息怒 你 你不要跟这些小田一般见识 吸不了怒啊 我要是妖怪 我发了他的皮 抽了他的鸡 切了他的脑袋 喂小鸡也就算了 我哭啊 是啊是啊是啊 你 大人 我 我 小兵啊 大人 大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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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慢慢说 二十年前 这里发生了一幢弦 哇 哇 应该是这儿吧 喂 你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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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 公司也搞错了 还是我看错了 不管了 不管了 拿 抓我拿 我是先令 我要勇敢 不害怕 不害怕 没 啊 别有动天啊 既然你什么想见我 那不是让你谢姐 喂 谁说话 你在哪 这里有百来口径 你能找到这个废弃荒调的古迹 看来知道的不少了 爷娘 我是这的县令 你有什么冤屈可以跟我抢 我可以帮你评冤 你是个妖怪县令 居然有这份习 一日为县令 中共是我们为县令的 而且你长得这么有个性 说不定我们还可以交个朋友的 好 那我就如你所愿 还好我之前有那么一点的酒 你要不就在这里说吧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县城藏到晚天男佑的大汉 很多人渴死了 活着的人不断的凿警 也不知道他们受了什么诅咒 每次欢天喜地的开警 里面总是没有半滴水 到后来 来了一个外地的投警师 当时他犹豫 倒了这么多口井 都没有一滴水 这口井能有吗 可是现场里的人都说 他在大家最绝望的时候来到这里 一定是上天派来拯救他们的先人 开警的那天 真是万人空巷 人身人海 原本 最坏的结果 也就是没有水 可是没有想到 这里却是他的死亡之地 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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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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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有水 放开我 双狗用河伯取妻 终结诗舍身祭剑之法 他们相信会莫几名球鱼 城里的人少不得自己的亲人 于是这些万象的 可悲的是 天际人相信了他们 终于下赢了 下赢了 谢谢了 大马 小马 下赢了 痴情吧 这就是你要保护的老白夕 就是他们当年把我和父亲推到了景里 曹景时死前 在景里挖了一个方岁之地 留给六岁的儿子 我等你了 伊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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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兴的事 这波子走得了下来 这二十多年来 他在阴暗潮湿的井底 鱼虾归别为我 他早就不知道自己是人了 他以为自己是一条鱼 直到有一天 孟雷 霍尔了 这是什么呀 好在吸口井 可是上面压块石头干嘛呀 我们把它贴开看看吧 什么都没有啊 回家吃饭去了 走 走 我的眼睛开始退化 但我还记得那个二十年前带头害死我父亲的人 他们当年借的水 我要让他们加倍赴还 我要吸干他们身上每一滴水 不用父亲报首 你是献力 我肚子疼 不然你先走一步吧 这个时候肚子疼 你是想临阵脱头啊 你赶快去吧 不然又多一句干事了 我一会儿就过去 那快去吧 哦 哼 远峰是弄的侠 他怎么会成干事呢 像你这种白痴啊 哎呀 我得快点了 不然我就错过他的表演了 远峰 我来了 啊 远峰 远峰 我拉你 赵米霞 远峰 走 哎呀姐 我来帮你 谁要你来的 走开 我知道自己最近深重 也许 我想找个机会 向全城的百姓赎罪 快点啊 快点啊 远峰 回来的正好 这个妖怪先令的血 是干净的 比那些恶光满营的老家伙的血 好喝多了 你才恶光满营呢 我今天一定要为糯米霞报仇 谁要为我报仇 诶 糯米霞 那王元峰是什么 啊 站远一点 这里危险 好 妖怪 受死吗 animated 这是玩家的 就是想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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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ynj 滚 有几个棒子就想扩我的法术 扩米香 看你是你了 真没想到 这就是你的法术 必能妖 天雷无缘 你的戏演完了吧 正好怕是他们死 以后我在杀你 你是谁 你应该问自己是谁 我 我是 你是人吗 你是鬼吗 你是妖吗 现在的你 只是一个等死的废物 不要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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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就不再是人了 我也没有了双腿 当真又有什么好 你父亲就是被人害死的 也愿一辈子都带在井底 报不了仇吗 为神 成不及我 不肯舍弃 如何得当 你连命都不要了 就是为了阻止我为家人血仇吗 不理想 这就是你的证意 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只要你敢伤害我暗人 我就要杀了你 杀不了我 还不够狠 还不够狠 我要你知道 你错的有多么厉害 你balls 你akis 我 叫你 ني 我 你 我 想 我是 你 我 你 我要 杀了我 杀了我为他们报仇啊 我成全你 天大哥 你没事 我会饶你 但是你要告诉我怎么叫袁芳 原来是为了她 可是你们谁为我夫妻说过一句话 我 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为家人报仇血恨吗 还要感谢你们 忘了我一个大忙 来呀 来品尝我的恨血 然后你们都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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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快要死了 我求求你 行行好 告诉我怎么叫原夫好吗 我求求你了 我答应帮你父亲入土为安 还不行吗 你是妖 你为什么这么善良 你和我一点也不一样 求求你了 你快点好吗 我可以告诉你 过来 若想得到 你先舍弃 你不用把我父亲的骸骨挤出来了 为什么呀 你不是不希望在这水里吗 这人不都要入土为安吗 自我仗出于尾 我已经回不去了 你把我扔入景庄 流水自然能让我跟父亲团聚 我还没想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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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收了我吗 我曾经发过毒誓逢邀必收 连你也不例外 是 我的确给人带来了太多痛苦 不过现在 既然远风跟全城百姓都安然无恙了 我也就没什么好牵挂的呢 动手吧 喂 喂 喂 贤风华 城里那么乱 你还不跟我去看看 喂 我说的你听到没有 你想不想弄不快了 喂 喂 你怎么哭了 我只是水喝多了 喂 喂 贤大哥 你等等我 跑得太快了 贤大哥 艾亚姐 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 真是动人的一幕啊 白锦绣 你一定要趁人之威吗 你根本就不是人 何来趁人之威啊 不过你放心 我会把原封照顾好的 你打不过我的 原来是打不过你 但是你断了尾巴 又将灵珠用来救原封 现在我要你死 你就得死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而且为了恨我 做了这么多事情 今后不会了 我恨一只狐狸做什么 你要干嘛 我要你有生有事 都只能做一只狐狸 你真的什么 我整理一下 你真的没有来 我把自己留到 不得上 你怎么着急 到底是什么 你怎么着急 我也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找了你好久 你早知道他是要的 对不对 你说小翠吗 那我问你 他是不是本性善良啊 对啊 既然本性善良 是人是妖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生来就是阿姨 脚就是比别人大 他天生就是狐狸 娘胎里就带出来一身骚 这都是命嘛 反正只要不害人 是人是妖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干嘛那么斤斤计较呢 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本来对他 别人是妖也就算了 他怎么能是妖呢 你对他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小翠喜欢王元峰 长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 他是不是一样你都没有机会了 我看你啊 还是另选佳人吧 我怎么感觉你变了好多 你不是也喜欢王元峰吗 那都是误会 那绝对是误会 本姑娘现在心中另有所属了 我素来以降魔初妖为己任 没想到 喜欢的人居然是妖 喂 前方华 你等等我 这可甜点 我会有什么事 不是 他 我最爱的 都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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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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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管心 你干嘛那么亲家计较 给我花钱 我们一起变坏 好 走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他连走路都这么帅呢 好 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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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小翠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是谁成了你 你要是没地方去 就先在我的练妖湖里 休息我吧 那不是小翠吗 陈大哥 我求你放过我爸爸肯子 一日为夭 终身为夭 小翠 去死吧 陈丽儿 讨论我们陈大哥 你最是弄了一下 但我觉得你还是太死脑筋了 先生 我儿子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呀 奇怪啊 现太爷脉相平稳 无病无痛 只是消耗过度 等到他自己愿意醒来的时候 自然就会醒的 老夫目前有无能为力呀 等他自己醒过来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冰灯过了干娘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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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基 宋先生 好 好 干娘 我来吧 先生这边请 好 干娘 让我来吧 白姑娘 我把屋子收拾收拾 等少爷醒来 就能看见干干净净的屋子了 阿基 让我来吧 我 没事 没事你去忙你的吧 阿基啊 去把少爷那些木甲打扫打扫擦擦擦灰 少爷要是醒来 看见有一根蜘蛛网 下个月薪烟就别理了 那放心吧 夫人 干娘 阿基 让我来吧 来 你别在这站着啦 赶紧去少爷那看看 别让少爷房里没人 放心吧 夫人 白姑娘这两天一直在房里守着呢 我说替她 她还不敢 这孩子刚来的时候吧 总觉得她有心眼 原封这孩子太实在了 怕她是被人坑了都不知道 不过现在看来 她对原封还真是一片痴心呢 我也是这么觉得 那个你就看这几天吧 白姑娘一直在房间里守着 喂水换山 就连打扫木匠房的活她都给包了 还说如果少爷不醒过来 她就不出来 她就不出来 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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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封 你怎么了 你不要过来 不要 你怎么了 妈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你变成了这个样子 哇 妈 媽 妈